嗨 大家好 我是小燈老師 今天和大家聊聊的是 當我要入手一支SARS Phone的時候 我會考慮哪些點 哪些點我覺得比較重要 有些人覺得這個點比較重要 有些人覺得那個點比較重要 那我們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常見的這些點 第一個是我們在入手的時候 是一個全新的SARS Phone 這個時候基本上你不太需要考慮 樂器的什麼狀況 這個時候我的變化的參數就比較少 我只要考慮哪些品牌 還有哪些品牌是我需要的 那第二種狀況呢 就是我可能比較少預算 預算比較有限 可能會找二手的 或者是我可能會找福利品 或者找展示機 可能這些狀況 那畢竟這些樂器是拆過 拆過的話呢 就會碰到一些風險 那這些風險呢 我們要把哪些東西呢 列在這個考量裡面 在聊天的對談中呢 大部分的人會比較在意的就是外觀 這個外觀呢 是不是我喜歡的樣子 它有沒有很嚴重的掉漆 有沒有很嚴重的撞傷 那其實比較內行的人呢 他會問你說 你這個樂器有經過大保養嗎 那大保養其實是一個很深的很深的坑 可能以後我會再來找一集呢 再來聊聊這個保養這件事 一個呢就是外觀是好的 那一個呢就是有一個大保養 那外觀好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幾乎沒有什麼掉漆 也沒有任何的使用痕跡之外呢 幾乎像新的樣子 或者是它基本上已經很接近新的 或者是看起來很少使用 那比較內行的人呢 我剛剛講到就是他會問你說 我真的有沒有保養過 那基本上如果很新的樂器呢 如果放了兩年三年四年五年 它也有可能的皮墊會硬化 我記得我以前碰到了一支樂器 那有些學校的社團呢 他會自己準備樂器 那我記得學校有些社團準備樂器的 可是有時候剛好某幾屆 他們呢剛好用的樂器呢 都特別的好 可能都有十幾萬的狀態 那我就記得有一支樂器呢 四五萬的這個等級的樂器呢 大概放了三年 新進來的學弟妹拿到的時候發現 怎麼好像沒有想像中的好吹 那當我再去吹它的時候發現 哇皮墊已經完全整個 比較硬的狀態了 就是完全不太好操控 皮墊比較硬的狀態呢 就是聲音發出來有點像鴨子叫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再怎麼樣調整呢 其實都沒有太大的幫 唯一呢解決根本的方法 就是把整個皮墊換掉 但是換皮墊的這個成本呢 其實非常非常高 中間要拆下來的話呢 還要去檢查你的針啊 有沒有力啊 這個彈針有沒有嗅掉啊 你的羊毛站有沒有鬆掉啊 那或者是有沒有缺的地方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都要藉由這個時候呢 順便把全部的一起掃乾淨 有點像這個房子 整個牆壁整個拆掉 然後重做這個裝潢了 概念是一樣的喔 那我們來聊的話 就是說一隻外表是漂亮的 但是呢裡面是老舊 有點像車台車是新的 外觀是新的 但是呢 引擎呢其實已經快不行了 那這台呢 雖然外表看起來 有使用的痕跡 或者是有點歲月的痕跡 可是它的引擎輪胎 或者是所有的軸層啊 全部都是新的 底盤也是新的 如果比較內行的人呢 他其實是會比較偏向買這種 就是有換過這種皮墊 所以畢竟一般的樂器呢 你可能使用個一年兩年 還是很明顯的使用痕跡啦 除非說我在使用上的時候 是用的很少的 那如果你當算要認真的來 練習這把樂器的話 其實一年多兩年多 其實就有很多的使用痕跡了 如果呢你碰到一個很好的 這個祭司的時候 你在換這個皮墊的時候呢 基本上可以非常的好吹 也有可能比你買新的還好吹 因為新來的時候 他可能原廠設定值可能會跑掉 你如果經過那種好吹 你知道說樂器好吹 是這個狀態的時候 你會知道說 我現在要表達這種感覺是怎麼樣子喔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影片呢 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那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